全轨清游行演变成警民冲突 警方首次出动水爆车 协助驱散倒路的示威者 部份人在夜晚在重安街一带 破坏店铺以及攻击警车 道场处理的警员一度抛枪指向示威者 四个军装警员抛出手枪指向人群 现场传出一下怀疑枪声 警方消息说警员向天开过一枪示警 夜晚8点左右 一群穿着黑色衣服的人 部份手持铁通 在尖沙嘴掌着几个警员 在沙嘴盗掌着几个警员 一行围疑枪声之后 继续有人向警员订铁通和遮 四个军装警员手持手枪指向人群 指向人群的方向 其中一个怀疑跌了东西之后 撿起之后持枪指向人群 由另一个角度看 一个警员持枪期间 有男人跪在他前面 警员用脚踢他 大批的记者之后 未除警察追问警员是否向人群开枪 警员一度退到去明日居一厨剃� 在场的新界南警司梁国荣说 警员应该有开过枪 我都跟同事问了解 应该是有同事在生命期间 受到暴徒集击 生命受到威胁 是应该有开过枪的 但是我未知 我要拿捏到那些详情才知道 好吗 因为你看到 刚才负责的同事都受了伤 我们有些生涯重案组织同事 已经是第一时间到现场处理案件了 警方消息说 在场的警员向天开过一枪 是点300口径架左轮手枪 而作警告 欢迎订阅